公式其實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是用fine 那fine的部分的話當然第一個 我們是先怎麼樣 因為它的規則 規則性的話是說 這個地詞 路的部分前面 有可能有 第一個可能就是什麼什麼0 所以它前面這個字 第一個可能就是0 那也有可能有一些是沒有0 那可能沒有0的話 它有可能就是什麼 可能是0 第二種可能性 那如果沒有0也沒有0的話 那剩下可能就是用曲的 理論上就是三種可能性 所以如果有這三種可能性的話 如果我希望取得它這個字的位置的話 那我們上禮拜主要是利用三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當然要找那個位置 所以我們用fine函數 第一個 第二個在利用什麼呢 如果找不到的話 我們用fine函數 然後再找另外一個 因為fine表示說什麼 如果我找不到那個字 它會有錯誤訊息發生 那我就如果找不到 那就表示說那個錯誤是什麼 找不到那個字的位置 那如果我發生這個狀況的話 那你就繼續再幫我去找別的字 找哪個 找理 如果再找不到的話 再去找區 那可以變成有三個結果出來 那可是問題喔 這個邏輯非常複雜啦 因為這個公式其實看得出來 哇 最後的公式這麼長 不過當然你說如果有更簡單的公式 如果沒有變要塗法煉鋼 那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地址裡面取得路階道的這個邏輯 相對是複雜的 所以我做的方式 我再做一次看看 第一個的話 我們可以先用什麼 先用fine嘛 所以插入函數 我們先用那個 fine函數 ok 然後fine的話呢 跟它講說先找0 一定要先找找找找找找找看到0這個字 所以我們把那個0這個字呢 先打在它 就請它去找那個fine的地方 那within的話去哪邊找 去這個儲存格找 看一下0 ok 如果你會發現這個沒有嘛 因為這裡面沒有0 所以我建議喔 如果你要找找的話 我是建議喔 不要從這個儲存格練習 我建議可以從有0這個地方開始練習 不然的話如果沒有0 哇 那你一輸入發現奇怪就錯誤了 ok 所以建議從有0的這個位置喔 那理論上應該是在h7的位置喔 ok 那插入那個fine函數 那一樣去幫我找0這個字 那去哪邊找呢 去幫我找這個儲存格 within這個儲存格 那你可以看到底下這邊就有11 表示是有0這個字 按確定 那如果你向上填滿 那一定會發生錯誤 因為它如果找不到就value錯誤 底下也是一樣啦 ok 有些有有些沒有 所以如果找不到0 就幫我繼續往下找別的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再插入第二個函數的話 可以用那個邏輯裡面的ifl ifl裡面的話你就把那個剛剛的那個公式貼到這裡 那當然如果理論上沒有value錯誤的話 那當然如果理論上沒有value錯誤的話 它還是一樣 輸出最後的結果 可是如果發生錯誤的話呢 那value也表示說它找不到0 那你就幫我繼續找什麼 理這個字 所以我把公式再貼 這邊改成理就可以了 那這個意思是說如果找不到0 幫我找理看看 ok 然後往上填滿 你會發現有理的就ok了 那 還是有錯誤 那就是表示沒有理 沒有0也沒有理 ok那怎麼辦 再一次 所以再把公式減下 然後再插入一個ifl 然後把公式貼一下 那意思是說如果找不到0 也找不到理 那就幫我找區吧 所以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後面這個fine有沒有 這個公式再貼一次 再去找找什麼找區 ok 這樣就ok了 然後按確定 理論上呢 你向上填滿 應該都有啦 等一下 公式 好 向上填滿 理論上應該就 錯誤訊已經沒有了 再向下 底下理論應該都 除非說有些資料是有錯誤的 好 那這樣的話 理論上我們已經找到 這個路接到開頭這個字了 那你說老師尾巴這個字怎麼辦 尾巴剛好三個可能性 叫入 接 道 剛好跟這個邏輯一樣 零 里 曲 所以如果你要找後面那個字的話 可以直接拿這個公式 直接改成什麼 入 接 道 好 就可以 所以我們理論上已經知道 這個前面的字 跟它尾巴這個字 所以我只要把中間的字取出來就可以了 怎麼取 很簡單 但最後的話我只要搭配一個函數 我把公式再剪下來 OK 然後呢 搭配一個函數叫做MID 有沒有 取中間的字 MID 這個 OK 然後呢 我把什麼呢 要切的字這個 這個先給它一下 我要切的字的字這個喔 那從哪個字開始 從我們剛剛 如果沒有0 那就找里 沒有找里就找區 有沒有 就公式貼上 記得要加1喔 為什麼要加1 因為我要的字剛好是那個位置的下一個字 OK 不是 林里區的位置喔 是它的下一個字 OK 那要幾個字 你說老師 那我填三個字可不可以 這個地方OK啦 有沒有 廈門街可以 但是如果中校東路的不行啦 所以怎麼辦呢 最後喔 你必須怎麼樣 想個辦法 算出到底它還有幾個字 要怎麼算 欸 想到的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把剛剛這個公式喔 貼上之後 把它改成什麼 把林里區改成路街道 為什麼要改路街道 因為我只要知道路街道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再減掉 路街 好 其實這公式只要貼 不要打錯位置 打錯字喔 應該 欸 很快可以有答案了 路街道喔 知道路街道的位置 再減到那個前面的那個字的位置 那其實就是知道有幾個字了 所以再減 再貼一次 這個貼的時候呢 就不需要再改了 OK好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三個字了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就OK了 有沒有 三個字就三個字 四個字就四個字 欸沒問題 不過 這公式有點複雜啦 那 細節部分的話 你們試試看好了 那至於那個 相關的解答部分 如果你比較跟不上的話 你可以 參考一下 我記得好像我有把那個公式喔 在這邊也有了 參考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